我叫小小 我是一个小女孩 我没有工作 但是我的爸爸妈妈 对我一点都不好 因为我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我的妹妹也跟着我一起欺负 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都随便扔垃圾 我的妈妈还让我 把他们的垃圾收拾完 要不然我的妈妈就打我 但是我有一个姐姐 她对我非常好 但是她就离我家隔壁很近的 我每次回到家 必须早点回家 要不然妈妈就让我不许吃饭 还把我赶出家门 赶紧回家吧 妈妈我回来了 你怎么又回来得这么歪 今天你不去吃饭 还有今天中午 要把那么的垃圾收拾完 要不然都揍死你 就是就是今天 你必须听我的 要不然我就告你的状 知道了 哎妈妈 每次都这个样子 都不给我吃个饭 我都快饿死了 我每次吃饭 都要上我姐姐家那里吃 为什么这个妈妈总是很偏心 我的妹妹也很坏 为什么我就在出生这个家庭 害得我又必须上我姐姐家 算了还是睡觉吧 等着到中午我再醒来 婷婷睡得好舒服呀 赶紧去下楼去收拾阿迪吧 笑笑你今天必须 把这些地上的垃圾 给请理完 要不然那都打死你 就是就是等一会 清理完垃圾之后 你就滚出去 别在我们这里丢人现眼 知道了 妈妈我清理完了 我能在你家里待一会吗 不行 那告诉你 那不能给你机会 你紧紧必须的 你还不如你妹妹 照你多好看 还让人喜寒 再看看你这个底 知道了我马上就会 去上我姐姐家住一晚吧 哇塞 我姐姐家好漂亮呀 不像我的家里好丑 算了去上二楼吧 小小你是不是又被你妈妈欺负了 没事的姐姐会给你报仇的 嗚嗚姐姐 我真是活不下去了 那个妈妈实在是太偏心了 我的妹妹也骂我是个丑女 我真的不想再待到家里了 你能帮我吗 没事的妹妹 我们的妈妈 就是很偏心 没事的明天 我就给你报仇 把我假扮成你把我的声音 假扮成你的声音就好了 谢谢姐姐 我爱你 亲爱的妹妹 我终于等到这一个机会了 我马上就给你复仇 我已经假扮成你了 先上我妹妹的家里吧 先假扮妹妹的声音 你这个四丫头 你怎么又来怎么假扮了 不是让人以为 你把我出去了 我就找不到你们的家了 想得没 我就找你们怎么逼 再说了 这是我的家 你为什么让我滚出去 有本事你来滚出去 妹妹你先来 你快来呀妹妹 你是不是怕我了 没想到你杆子这么小 真是服了 终于给妹妹报完成了 但是我还是想惩罚她们 听说我妹妹的两台风景很好看 我去看一下吧 我的天呀 没想到风景很好看 四东西 你跟着过来 黄脸婆 你找我有啥事快点说 别浪费我时间 你今天还有两回家 那看你死盗费了 撕吧 你信不信 那都是你 瞧瞧瞧黄脸婆 还敢揍我呢 我还敢揍你呢 黄脸婆 你别想得逞 没想到你们两个叫我过来 原来是问这个事情 我真是听你了 你还是跟别人说吧 黄脸婆 我看你们的女儿 是不是公主病啊 你还是别摇她了吧 不行 这层的比女儿 他才不是拱住兵 你应该是拱住兵吧 哎呀呀呀 没想到黄脸婆 竟然说我是公主病 我看你们就是公主病吧 真的服了 我要吃饭了 我可不在这里浪费时间 今天我一定要饿死你们 我要出去了 你们就在这里面等死吧 我先听听他们的悄悄话 你儿子觉得那个笑笑 有点不追经 我也觉得也是妈妈 我觉得那个小小 是不是小小的姐姐呀 你敢思吧 你还是跟踪她吧 呵呵 我爱他们知道我的秘密了 那我就赶紧回家 要不然我妹妹就要跟踪我了 妹妹完了 他们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 以后你就当我的姐姐就行了 那姐姐 我是不是必须假扮你的声音呀 对的 毕竟你还穿着我的衣服呢 赶紧回去 还是先睡觉吧 明天我再惩罚他们 天终于亮了 今天睡得好舒服呀 对了那个后妈 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 我必须赶紧告诉我的妹妹 赞助 黄眼婆你要找我有啥事 那一点知道 你死肥脸 你死笑笑的姐姐 你死和笑笑夫仇敌 我才不是小小的姐姐呢 我就是小小没有找姐姐 这不可能 那一定要伤你们假力 看看你比姐姐舍花神瘾 似什么神瘾 那有种你来呀 你连的屁都不是 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 早晚你就会交到报应的 还有你这个公主病 给我起开 你们愿意来就来吧 反正我们不管你 赶紧回去 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妹妹 妹妹不好了 那个后妈 要上我们家里以后 你就当我的姐姐 如果他们发现了你的声音 那我就当了他们 好的 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 就这么办吧 瞧瞧瞧 你们来我们家里干啥呀 再说了我姐姐 又没有上你们那里 你们这几个瞎子 我们只是想看你的姐姐而已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 只是一个姐姐 有什么好看的 再说了 我只是想说你们 因为你们长得太丑了 就是就是你们长得太丑了 我们都不想再看你一眼 等一下 我看你的姐姐说的话 都是些把的 应该是你的妹妹吧 呵呵 这样被关掉了 那我也不拥了 其实我就是小小的姐姐 我是和她不仇的 你们都做的对 因为你总是这个样子 我妹妹都他妈快饿死了 还有你这个公主病 长得让人很稀罕系的 其实每人喜欢你你这个公主病 我看你们都是狐狸兵剑的吧 没想到你们这么恶心 那你们就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滚住我家 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 那好 既然你们都知道我的秘密了 那我就要杀掉你们这样 我们就永远看不到你们了 哈哈 今天我一定要让我的妹妹 吃下喝话 不像你们把我的妹妹丢弃在外面 我真的想 没想到我的妈妈 竟然是个后妈 没想到我妹妹 竟然出生在你的母亲 还不如在我家呢 今天我一定要把你们两个 打到18层地域 姐姐谢谢你 哈哈不用客气